据悉,打败冲击前的一段时间,韩鹏就已经与鲁门方面有过积极沟通,他将重新回到山东鲁门。 目前,江永、范学伟、刘金东、徐海鹏等老鲁门,居是鲁门一队队教练组成员。 之前,北京人和主场迎战鲁门时,赛后韩鹏来到鲁门球迷远中军的客场球迷看台卸场时, 并且和山东球迷其声合唱有热门的后来,再一幕,又人印象深刻,接近内奔, 而韩鹏接受采访时,也曾经这样表示,当鲁门决定离开鲁门后,确实有三天能有睡着。 2.韩鹏从2002进入鲁门一线队,到2015年离开鲁门,13年时间, 韩鹏购物球队在连赛中打入93球,足协奔打入15球,连赛奔打入二球, 六段打入11球,帮助球队得得三次针抄冠军,三次足协奔冠军,和一次连赛奔冠军。 新货季针抄连赛手龙,鲁门泰山队主场名战北京人和, 作为韩鹏向力过的两支球队,在这个金融抢合的时间节点, 有鲁门求你提议让韩鹏是梦想,正式确定和香港人生的现役战, 回归鲁门加盟一部队教练组,算不确定。